新生代歌手郭笑颜唱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爆红。 剩下的天气,时而喧嚣燥热,时而音语绵绵。 最近天宫好像不喜作美,持续不断地音语天气惹得人们心中更添一丝烦躁。 也许,曼妙悦尔的歌声能舒缓情绪,也许一首动听的歌曲唱出歌迷的情感。 最近郭笑颜一首新歌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爆红,大金小巷的广场舞都有这首曲子的声音。 一个月以来,在酷狗QQ音乐的点击量超过2000万,如此受宠。 一方面是基于歌词的情感表达非常容易引起共鸣,曲子流畅动听。 还有一方面是新生带甜歌小天后郭笑颜的动情,演唱加上她天生的甜美嗓音让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 受到歌迷们的热烈追捧和喜爱,老百姓开始传唱,仔细聆听一下,真能听出一番别样的味道。 随着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的爆红,郭笑颜,被媒体称为当红实力派兼具偶像气质的一位新生带甜音女神,自从她出道后频频受到各界关注。 自幼喜爱音乐面对艺术路上的荆棘,坎坷她总是逆风飞翔的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天空。 十年魔一剑只为风气飞翔,在发行单曲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之前已有爱情是什么大或好评。 这位极古典美感与现代青春细细一身的甜音女孩,她也被民间称为妙音娘子,郭笑颜甜美清澈的嗓音,舒缓中的轻轻嫩语,时而轻快活泼,青春洋溢,把情怀表露得真真谢怯。 一个极具天赋而勤勉的女生,郭笑颜天生嗓音甜美,清泉般甘甜的音色。 可贵的是,郭笑颜并没有将天赋当作是一种资本,反而当作一种向上前行的动力,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不断成就自己,为所有的人送去甜美和清新。 什么样的音乐能引领潮流? 歌手的实力,作曲的实力,作词的实力,要天时,低利,人和才能成为民间经典,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 这样一首代表大众情感的歌曲,旋律中透着柔美,歌声中含着甜美,在网络中流行不足为奇,相信给我一个不伤心的理由。 最后,随着郭笑颜的甜美嗓音,也会成为这个夏季里最流行的歌曲,也会成为这个夏季里情感最揍心的歌曲。 郭笑颜,这个冉冉生起的花语乐坛新生带甜歌小天后,正如她的名字一样,拥有着美妙的天籁之音。 甜美嘹亮的嗓音让人乍听有一种久别重逢之感,那种与生俱来的亲切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曾蜂蜜中国乐坛的甜歌时代,红遍大金小巷的原创甜歌,成为人人哼唱的流行歌曲。 郭笑颜的出现,我们似乎又看见了中国歌坛正在掀起新一轮的甜歌风暴。